竹山高中曲棍球支友会的对庆球赛 举办已有12至13年的时间 每年都有许多校友及民众前来参与 会长林敏兰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让竹山的曲棍球风气更加盛行 这个竹山高中曲棍球支友会的对庆 也是在过年前的一个聚餐 那我们这个是举办了12年13年有了 那在这边曲棍球竹山地区有很多的曲棍球的朋友 希望各方面除了在工作以外 能够回来多多运动也是提倡运动 竹高校友黄嘉庆表示 在球场上有许多回忆 很高兴这次透过活动让他们返校与学弟妹一同切磋球技 重温当年的回忆 我会回来这边打球是因为球场是联络情仪的地方 所以就找大家一起回来 大家有机会可以一起回来打个球 先议员蔡宇柱表示 竹山高中曲棍球支友会的对庆 是每年竹高球队一大盛事 很高兴许多校友都返校参与活动 参议员也期许明年度对庆能有更多校友参与 让活动更加热闹 每年很多校友这些学长都会回到母校 来指导这些学弟学妹 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对庆 也透过这个交流让这些学长们能够在技术上 也都能够指导这些学弟 尽量能够让这些选手们在观念上 球技上都能够提升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曲棍球的校友 都能够回到母校来给予这些学弟学妹们指导 议长何顺峰表示 很高兴校友们能返校与球员们交流 齐取透过活动联系情感 并把精湛的球技传承 让竹山高中曲棍球能够进一步发展 记者卢宇凯竹山镇采访报导